大家好,我是三喵先生 前一阵啊,网上有一新闻爆出来 说什么呢? 说有一地方又开始游街市众了 当事人穿着防疫服 这胸前啊,还挂着一些牌子 这消息一出啊,举国华人 这有人说都2021年底,2022年出了 您怎么还玩这游街市众这一出啊? 正经来说啊,这游街市众在人类历史上 是一个很古老的刑罚 但是啊,它并不建容于现代的文明社会 那这个游街市众历史是怎么回事? 它又为什么被现代文明所抛弃呢? 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讲到游街市众的历史啊 咱们就得倒通到中国战国时候 荀子里面说过一句话 叫,智骨无肉形而有象形 这个象形,大象的象,刑罚的形啊 指的是什么呢? 让人啊,穿上带有一些特定图案的衣服 或者说你戴上一些有特定图案的器具 就那么在街上走着 大家一看,呦,你这是最犯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关于游街市众最早的记带 可以到战国时候 当然,荀子说的是上古啊,那个很理想的社会里面啊 说我只需要用游街市众就足够去治理社会了 但是你看,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 世道交离人心不古啊 这越往后,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想法越多啊 所以说你看这刑罚也在慢慢的变化 什么砍头啊,割个鼻子啊,这种事情也都有 即使这样啊,游街市众还是没有被放弃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死刑的一种方式叫弃事 放弃的弃,市场的事 那什么叫弃事呢? 礼记里面说啊,行人于事,人共弃之 就是我执行死刑的时候,我先把你游街市众一圈 然后当众杀你 所以大家也都看到 等于说把这个人不但肉体消灭 还把这个人的名誉彻底上从社会上一荡干净啊 咱们知道这个宋太祖赵匡应啊 是夺了这个柴氏的江山啊 这个,当然夺了柴氏江山心中有愧 那怎么办呢?给柴家赐了铁券单书 这里面有一条说 纵犯谋逆,止于狱中刺激 不得适逃行路 我们知道这谋逆这种东西在古代是 十恶不赦的大罪 犯了这种罪啊 我也不再适逃杀你 我也不给你游街市众啊 这在古代 这可算是皇恩浩荡了 这句话反过来理解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杀你 我还得对你游街市众 这种气势啊 在古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刑罚 历史上凡是被判了弃势 这种刑罚的那都是史书级的武武 那是要上史书的啊 那比如说这个唐朝的时候 咱们知道武则天那会儿 有一酷女叫莱俊臣 干的那些事咱们就不多讲了啊 这个他后来被判弃势 资质通鉴记载啊 这个莱俊臣被弃势的那天 洛阳民众是争相去观看莱俊臣被杀的那个样子啊 这个骨肉践踏成泥啊 这么惨 这是上了历史书的 当然比莱俊臣更惨的人啊 也是大我人在啊 后世 你比如说像明末的这个袁崇煥啊 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奸计啊 反正就是各种 反正最后袁崇煥是被判处凌迟处死啊 那凌迟处死的那天 他也被游街市众 这北京城的一些老百姓啊 就反正不管怎么样 也觉得袁崇煥你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奸贼 百姓争蛋其肉 跪自首割下一块肉 老百姓就花一钱银子去买 所以说袁都市可怜啊 到最后这个不但自己被活活剐了 当时也是被老百姓给唾骂着就这么死了 当然我们说游街市众这种事情啊 一般来讲你游街市众之后 这个人就社会性死亡了 但也有不死的 你看明朝的那个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叫家号之行什么呢 你扛着家锁在街上就那么游行 游街市众啊 以达到羞辱犯人人格的目的 那么到了后来啊 这个家号之行在明清两朝被愈发的发扬光大 这明朝正德年纪的太监刘锦啊 说这家号那些150斤的啊 这150斤你想想啊 你扛着这玩意儿在街上走 你就算不被人羞辱死也得被活活累死 所以啊家号之行的原意原本不是说我把人给杀死 但是到最后很多人扛着这个家锁太重活会给压死的 哎这也大有人在 那讲完中国这种游街市众的历史啊 讲讲外国 外国也一样啊 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有一圣物叫十字架 这十字架是怎么回事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古罗马的刑具 我把人给活活钉死在上面 死刑的过程当中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西方典型的一个游街市众的一个办法 而且你死了之后 尸体在十字架上 臭气熏天的啊 这个大家都看着谁谁谁啊 这就是谋逆的罪犯啊 你比如说这个斯巴达克斯起义之后啊 当时的那些起义者被抓住之后 从罗马一直定到了维斯维火山 这一路大盗定死了一路的人 那这个就是古罗马时候的游街市众 当时啊 西方人也觉得这种游街市众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种想法一直到中世纪 一直到后来都是这个样子 特别是有一些义愤填膺的道德家啊 那么我觉得我是正当的 你只要是不正当的 我就要把你给游街市众 就羞辱你 这个十九世纪 美国有一个小说家叫霍桑 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红字 Rat Scarlet 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故事 就是通间胸口要被烙上了 代表通间的A字 而且这个烙行过程是当众实行的 这种游街市众 真的是对人心灵和人格上的极大侮辱了 那即使到了二十世纪 这种传统在西方也还是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二战的时候啊 这个德国占领了法国 直到1944年啊 法国才被盟军解放 这四年期间啊 这有不少的法国的姑娘 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跟德国军官上了床 跟德国士兵上了床 可能又是私生子什么的 到了1944年 法国被解放之后 这些姑娘啊 被这个抵抗组织的这些战士们给抓起来 剃了光头 就站在路边 被大家扔 扔臭鸡蛋 扔石头 吐吐嘛 就这种游街市众 这这幕景像 它很多反映二战的电视剧啊 电影里面都有 像兄弟联 那里面都有这样的镜头 你看都二十世纪了 法国人还这么玩 这可见游街市众啊 不但历史悠久 这个习惯 也是根深蒂固的 当然讲到这里啊 我们讲 其实游街市众 并不为现代文明所承认 为什么呢 你要大而化之的讲啊 我们说犯人也有隐私权 也有人格权 对吧 他也有人权 我们应该保障这些啊 这大而化之的讲 但是如果抛开这些大而化之的教化之外啊 游街市众本质上讲 他并不能遏止犯罪 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呢 你一人你被游街市众了以后 他的人格已经没有了 他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不见容于这个社会了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干什么 你要杀不了他的情况下 对不对 他接下来很有可能 那我再犯罪吧 那我堕落吧 我就破罐破摔了 这可不是说是没根据的乱说 咱们刚才提到这二战末期啊 将法国这些国家很多 那个跟纳粹军官的这些私生子 包括那些姑娘 他们在战争之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那种游街市众啊 羞辱这种东西 比如说那姑娘啊 知道你不是好人 你跟德国人睡过觉 怎么着呢 那个娘家都把他关到基隆里面 你看这世人过的日子吗 包括那个什么 就是生下来的小孩子啊 那个村里面的村长 就是说哎 我们村子里有个小德国鬼子 谁呢 哎这小孩 那等于说是天天被游街失踪 所以这样一来啊 这群人将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啊 这法国在战后有二十万的这种姑娘跟德国人的这种私生子 这些私生子他们酗酒吸毒凶杀这种案件的几率远远高于正常人 等于说这是法国战后一个摆脱不去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啊 游街市众不但没有办法去遏制犯罪 反而会助长犯罪 把人往火坑里推 那当然了 那我们知道 那有人说 那你不游街市众 你怎么知道这人是不是最烦 其实在现在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一个人啊 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前科 一查就很容易 现在啊 这个犯罪有前科的人 他们的生活其实已经相当举步为奸了 在这个时候 你再把它游街市众 你这等于说是往人家伤口上撒把眼 本来这个社会啊 这个安定就非常有赖于我们去 怎么去好好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你再去游街市众 你这不是没 不是解决问题 你这是在扩大问题啊 所以啊 游街市众不能够去遏制犯罪 那我们讲啊 只有在这个民众群情激愤啊 或者说这种啊 社会处于危难时刻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处于历史的古老的本能啊 我们知道20世纪的时候 还有法国人去搞这种游街市众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社会 难道不就应该把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给尽可能的减少吗 难道不就应该让整个法治去发挥作用 而不是让民众的这种感情去审判吗 那讲了这么多啊 那如果有谁还是赞成游街市众的 我只能这么说了 是咱们国家 1988年最高法院最高检 公安部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 禁止将已决犯未决犯去游街市众 这从法律上已经把游街市众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以现在再提这个真的是毫无必要 好了 关于游街市众 他的这种历史惯性 以及现代文明啊 是没有游街市众这种空间 这些话题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三喵先生 谢谢大家